週四 美國聯邦檢察官在針對中國華為公司的銀行欺詐案中 增加了盜竊商業秘密的指控 新起訴書指控華為公司涉嫌欺詐 並共謀竊取6家美國科技公司的商業機密 在紐約布魯克林聯邦法院遞交的起訴書 包含有關華為和伊朗及朝鮮等 受制裁國家秘密交易的指控 華為去年否認了對包括銀行和電池欺詐在內的 所有指控 華為前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於2018年12月在加拿大被捕 引渡她到美國的法律訴訟正在進行 而華為公司拒絕對週四的新指控發表任何評論 這次請就請去保證 無論如何來的 請說明 우와 感谢观看